現在我們就開始溫習一下究竟雲端硬碟 是怎樣傳出一些連結給人 當你收到連結之後 你自己是怎樣下載 而且在手機上怎樣找出來 我們現在開啟了手機 點程式結 我們就去找雲端硬碟 找到開啟雲端硬碟 我們就嘗試去找你一個檔案 去找一個檔案 檔案即是單一個文件叫檔案 我準備去傳給人 對嗎 我現在在文件夾裡找一個檔案 開啟它 我現在就去找一個檔案 去準備傳給人 當你這個圖片 圖片、音樂、電影 通通都是這樣的做法 現在當我選到能夠解釋間 是要這樣計算 右邊那邊有三點 我們點一下 這樣便會顯示出來了 顯示出來了 一個就是共用連結 它就是準備 將這一張圖片 以一個網連結的形式 傳給對方 我們點一下 我們點一下 那用甚麼方式傳出去 我們通常是WhatsApp 我們便點WhatsApp 點WhatsApp去找某個人 我找書畫湯淮田 這裡點一下 即是準備傳給他 那便取消 傳出去 現在這樣傳出去 但當你收到現在這個白色黑字 你便開不了 一定是要藍字 像這個這樣便可以開到 當你收到這樣的情況 你便怎麼辦 你便按住它 讓它變回 不是這裡 我們這裡 我們這個 讓它變回藍色 因為這個 因為我這個本身 就是自己的機體 不是 我現在還未送出 自己弄錯了 下面還有一個箭嘴 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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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這裡 綠底藍字 那個 就是我自己發出去的底稿 上面這裡 白色藍字 是收到別人傳過來的文件 不同色水的 當你收到出來 應該是白底藍字的 如果你收到白底黑字 你便要… 解釋一下白底黑字 你開不了 開不了那怎麼辦 那你便按住它 你按住它 你按住它 變成藍色 變成藍色 這裡便有一個傳出的符號 我們點點它 真的 我現在沒有信息輸入 真的 我先看看 解釋一下 弄一弄一弦 不知道去了哪裡 現在有些 這個… 這個… 先取消了 這個… 這個… 又有它 現在收到的 這個收到人的 假設間是… 如果你看到… 應該是藍字的 如果是白字… 黑字是怎樣的 你按住它 變成藍色 這裡由上角有一個傳出去 傳出去 傳出去給誰 傳出去給你 傳出去給你… 那個給你那個人 這個是書話湯華田給我的 我就給它 給它 傳出去 它就會顯示出來 就是變回…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我收到 這幾個人坐一個公仔 你認住它 收到回來 解釋一下 這個男字當然沒問題 你當是黑字的 當我傳出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 這幾個公仔 那它就會是… 男字 好了 收到別人的東西 又怎樣 那我就開啟它 就點了 點它之後 它顯示這個… 這樣的畫面出來 我們要記住 是使用文端硬的開啟檔案 我們點緊次一次 用這裡 那就開啟了 好了 開啟了之後 如果你想擠到自己的手機那裡 當然是這樣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是利用這個連結 去看對方的雲端硬碟上面那張圖片 這裡不是你手機的圖片 是別人 就像你上網 去看到上網那張圖片 不是你那裡 那你是不是還要下載到你手機那裡 那就點一下 右上角有三點 點一下 點一下 這裡呢 我們撥一下 有一個叫下載 我們點下載 那就應該是下載成功了 這裡上面呢 還要動一下 成功了 下載成功了 拉下去看看 沒有了 沒有反應 好了 那我們檢查它究竟在哪裡 我們現在點主頁件 回出去 我們去檢查它 一般來說的下載 是會下載在一個文件 一個叫做檔案文件那裡 我們去找它 我們來這裡 然後呢 就去點個程式件 點個程式件 去找你的檔案 那個我的檔案 或者管理檔案 很多名稱 就是這個 這個叫我的檔案 你自己記住你自己 開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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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 這個是 以前的用過 它不應該這樣 它回來這裡 來這裡 來這裡 就是一個叫做 這個也不對 應該你一見到 是來這個地方 去找回裝置儲存空間 裝置儲存空間 這裡有下載 那現在這一張 就是剛才 我下載了出來 使用一次 這個開啟檔案 這裡使用一次 下載了 找到 在你的手機 但它現在 是在我的檔案 那你平時去看圖片 是在媒體庫 媒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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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來看 不是在這裡看 所以我們要把它在這裡 移動回到 你的媒體庫 那裡 我們點一下 這裡 你本來應該由上角 有三點 我這部手機 左下方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先出來 這個也是讓我去編輯的 出來 先出來 不要看這個 大家 不同的那部手機 麻煩 現在在我的檔案 這個 這個 我們通常 因為你有不同的牌子 的機器 這裡大家比較能看到 昨天那裡 就未必價格一樣 你就會一頭無髓 不知道什麼 我們看到 在我的檔案 這裡 登錄 找到這張照片 我們就按著它 按著它 我在下面這裡 右下角 你可能在左上 在右上角 你自己去看看 我這裡 有一個 走一個功能表出來 我們移動 移動去哪裡 移動通常都是去記憶卡 不要在內置那裡 來置那裡 不要 我們去空間那裡 記憶卡 記憶卡去哪裡 你看自己有沒有檔案 你有檔案 你就製檔案 沒有檔案 你自己就開檔案 我現在去 假設間去新資料夾這裡 新資料夾1 這裡 開啟了 右上角有一個叫移到者女 就這樣點它 它移到這裡 其實在哪裡 我們走出來 退去主頁見那裡 開啟程式見 去找你平常看圖片的位置 我教你們 經常說要下載一個快途瀏覽 所以快途瀏覽看 我們去快途瀏覽 去找 看看有沒有一個快路 看看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否有一個叫新資料夾1 有沒有看到 來到這裡 開啟了 這張照片 剛才在連結那裡 人家通過一個連結 給了一張照片給我 是看一張照片 那我就要把它下載到你的手機 就在你的裝置儲存空間裡 下載那個文件那裡 就找到它 然後就把它移動到 去 SD卡的其中一個圖片 快途那裡 這樣就完成了操作 那你以後就在快途瀏覽那裡 你就看到它了 就是這樣了